南海局势不稳定 同样不稳定的还有德国国内的治安 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于难民向来不冷血 秉持着门户大开的信念 无上限的收容大量的难民 不过过去七天在德国境内发生的四起暴力事件 却对德国人相当冷血 是 那在七天之内啊 德国人呢 德国的社会呢 就受到了四次的攻击 让平静多年的德国呢 陷入了一片惊恐的氛围 我们大略来回顾一下 德国人是怎么被这个 面对这个攻击的 对 过去的七天 十八号呢 就有一名十七岁的阿富汗难民 在火车上用斧头和刀具袭击乘客 二十二号呢 有德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十八岁少年 在慕尼黑开枪扫射 二十四号有一名叙利亚难民 手持大刀砍杀路人 在事情发生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后 有一名叙利亚男子 在被拒绝进入一个音乐节 会场之后就自行引爆炸弹自杀 那四起袭击之间 你看到了什么这种共同点了吗 这四起暴力事件的袭击人呢 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是难民身份 而且呢都是毒狼式的袭击方式 显示出呢 欧洲的恐怖袭击事件呢 已经越来越频繁了 向来治安良好的德国 会不会是继法国和比利时之后 另一个恐怖主义的新灾区呢 值得大家的省思 一个七月短短七天 德国这么一个讲秩序 情报能力数一数二的国家 依然发生了四起暴力事件 二十三号 德国总理默克尔 才在为慕尼黑购物中心的 枪击案遇难者表示哀悼 我们都 我都说在全国政府的名字 我们都在心怀疑 不再会回到自己的家庭 我们抗争了自己的疲惫 我们在想他们 我们在一起 没想到默克尔的这番话才说完 隔天再发生两起暴力事件 二十四号傍晚 一名叙利亚难民 在德国西南部城市 罗伊特林根 与一名女子争吵 随后拿刀攻击她 在上街砍伤了两个人 直到民众把车撞向嫌犯 才阻止事情恶化 我们有一个女儿 被犯罪了 然后有两个犯罪 我们有没有关系 虽然凶手已经被捕 也因为相信凶手 是因为被激怒而杀人 因此排除与恐怖袭击有关 不过事情发生不到 二十四小时 在另一端的安斯巴赫市 却有一名薛利亚男子 在被拒绝进入一场露天音乐节之后 就引爆了身上的炸弹 爆炸案导致12人受伤 袭击者当场死亡 德国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长 随后证实 凶手是两年前 来到德国的叙利亚难民 不过目前还不知道 这名嫌犯与伊斯兰国 是否有关联 内政部长的这番言论 其实也凸显了德国当前的危机 德国身为为安能力强大的欧洲国家 竟然接二连三发生袭击 情势显然已经超出德国领导人 和民众的想象 德国还能不能基于人道 继续接纳难民 当前的德国总理默克尔 还找不到一个人道与安全 得以两全的绝佳方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